过来卡扣了 过来卡扣了 然后就是天天看到的这些地方嘛 就是下个镇子 能修车能搞装备的镇子有三十几公里 肯定是骑不到的 我先修正两天 把手给修好 肿了 肿了 把手修正好 让把东西收拾好 湿到好 再去镇子修车 我就骑出了一两公里 这有个村子 村子这边我看到有水 主要是有水 我想洗漱东西 把整个车收拾一下 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干净 然后再想着出发的问题 这边应该不知道 可不可以停车 我真的是想住在这儿 先休息 我感觉我今天已经人有点受不了了 其实就是主要是早上起来没吃饭 现在都下午了 我车摔成这样 我手摔成这样 到现在我连牙都没刷 我当时就想着说赶紧出卡口 赶紧出卡口 我就吃饭刷牙 结果谁知道搞得这样子 谁知道是出这个状况 刚才轮胎 左边的轮胎 整个歪到 歪到已经不行了 那个大哥帮我蹬了几脚 几脚我就把它蹬正了 然后右边的那个橡胶圈直接是摔出来了 也是大哥帮我徒手掰进去了 然后反正现在就是还有几根杆都摔断了 但是我依然可以起起来 这个车就是残疾的 我还是能把它起起来 我真的是 感觉劫后一身的一个心情 就是很复杂 明白吗 劫后一身的感觉真的很复杂 虽然说整个是非常狼狈 非常的悲剧 但是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一切要用乐观的心态 对 乐观心态去对待 就想想 想想说还好手只是挫伤肿了 对不对 没有断 所以说不幸也是万幸的 说明幸运之神还是眷顾我的 照样好好生活 好好旅行 先找地方把车顶修复了 再好好旅行吧 今天就停这了 正好有个垃圾桶 垃圾箱 我可以把我的 稀碎的东西赶紧全部扔掉 然后正好这有个小外部 我也可以买点水 买点东西 谢谢叔 叔给我打了一桶水 我给钱他也不要我了 就在这边先煮东西吃 吃饱再说 吃饱心情棒 吃饱心情好 我都不想打开车厢 打开车厢看着头疼 都快六点了 我才开始做饱 准备吃今天的第一顿饭 实在是受不了 虽然我现在又累又饿又困 但是我一看到车 我就难受 知道吧 然后把厨房整个都全部收拾了 该洗的全部洗了 东西床铺里面也是全部擦洗了 全部擦洗了 然后就是东西还没有顺好 等下进去把里面顺好就行了 剩下的就是箱子都破掉了 这几个箱子都破掉了 但是可以现在还是能满满的装上 吃完了之后 再把它收拾归了一下 断的断 歪的歪 扁的扁 到处的框架都是需要修整的 就是去啥呢 就是一锅煮 然后吃牛筋面 火锅 火锅牛筋面 我要现在脸上都还是土 没时间打你收拾 等下吃完饭之后 我就把那个 好好洗脸刷牙 手肿得很厉害 就是 我一直就是干活嘛 手就是用力的握握握 我就心思着 如果说是筋骨 只是说崴到了 就多用力 把它就可能会复原 对吧 反正就是现在两边的手指头 都是不太行 都是大拇指跟食指是好的 其他的手指头都是搓上了 所以我刹车 捏刹车也是这样捏 有食指 这包车现在就是个残废 它是个残废 我人没有残废 车残废了 但是 还能走得动 真的这要是充气 轮胎的话 大概早就爆掉了 等下洗漱完 然后床铺里面 东西收拾好 就可以睡觉了 明天再把外面的东西擦擦 收拾一下 擦一擦 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这道牛肉已经有味道了 我今天煮了 切了三块 明天把它全部吃掉 明天反正要到镇子里面去了 以后绝对不着急了 绝对再也不会这么着急 天塌下来 我也不能再着急了 一定要慢慢来 其实我想到过 就是那么重 我到底能不能把它扶着推下去 那个路那么难走 但是我就是着急啊 我就想一次性的 把东西塞上去 就不用来回来回的上去 搬东西下去 就出事故了 睡了一晚上 还行吧 就是感觉 可能就是睡了一觉之后 摔车的后一站就出来了 感觉就是有点腰酸背疼啊 我在想我今天要不要出发 只要是手感觉很疼啊 就是抓握 抓握的话有点难 我在这休息一天的 身上有点疼 手很疼 然后刚才 旁边的大姐看过我视频的 然后 她过来就喂问我 帮我去她家捏了点水 然后刚烙的膜 给我两个 太感谢大姐 所以说这就是 为什么喜欢在大鸡北呢 就是你不要说荒凉 这里 不管再荒凉 它的人群不淡薄 就是 天气不管多寒冷 总能让你感受到一丝温暖 谢谢 为什么 老人在这边 别再来 请大家 咱们 好 压 什么 什么 我 你 你